我们现在要来做的是第三段 就这个3R这个地方 那3R这个地方它有一个X在一个V 这个X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短针的意思 那这个V就是加针 就是你一针 本来是一针的地方你要打两针 那我们这是六针起针嘛 那就等于说我们是把一个圆剖成六等份 所以这个短针跟加针 我们要重复六次 那短针跟加针 这是一针 两针三针嘛 三针乘以6次是不是就是18针 就是它是这个意思 那因为它六等份都长一样 所以我只有画其中一个等份 就没有再重复画 这样子才不会大家看着一堆XX狗狗 你们会头很晕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要来示范 那我们第三段 一样我们要先打一个锁针当立针 然后我们从第一针开始 那第一针是不是它是一个XX嘛 所以我就这一针只打一针的短针 然后第二针是一个勾勾嘛 就是加针的意思 所以我这一针同一个洞我要打两次 所以我在这个锁眼 这个锁眼下面入针 把整个锁眼挑起来 然后挂线勾出来再挂线一起勾 这是一个短针 同一个洞再入针 然后再勾第二针的短针 所以你看这样是不是就一二三三针了 然后我们又重新repeat一次 一针 然后第二个洞 一针 两针 好 吃完又重新再repeat一次 一针 好 第二个洞 一针 两针 那我基本上我都是用数的啦 什么意思 我都数一 二 二三的时候就是下 就是第二个洞 二三 好 然后又一 然后二三 我都用数的 然后再来就是用一 然后二三 好 好 这样我就吃完了 那一样我们 你会感觉好像这边好像还有一针没有 这个是你的引拔针 这是你第二段引拔针 所以这个没有要吃 那你也可以检查一下 我们数一下外面到底有几 那个看那个有几个锁眼就知道有几针 所以你可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十八针 所以这样子十八针就吃完 那一样我们要跟第一针去做引拔 这样这一段才结束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